Hello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洛洛电影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这部黑暗戏的成人童话,故事的故事 影片由三个小故事组成,今天讲第三个故事,跳蚤 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一个漂亮的女儿,日子过得也蛮开心的 直到这天,国王在欣赏女儿唱歌时,看到手背上有一只跳蚤 他看到跳蚤跳来跳去,觉得非常有意思 所以没有打死他,而是将他撞到了玻璃房子中当宠物养 还让跳蚤喝自己的血,夸张的是为了陪跳蚤玩 连国家正事都不想管了 很快,经过国王的精心照料,小跳蚤长大了 长得比正常跳蚤大了几百倍,国王很开心 可不久后,由于跳蚤体型越来越大,导致他呼吸困难死掉了 国王非常难过 而这个时候,国王的女儿又到了出嫁的年纪 于是国王就决定给女儿挑选夫婿 可挑选夫婿的方式很是奇特 国王将跳蚤皮割了下来,让人们猜 只要猜对,就可以和公主成婚 全国上下听闻这样的消息都想来碰碰运气 但很多人都没猜对 国王很得意 直到一个大块头野人的出现 他只闻了一下,就猜到了这是跳蚤皮 国王顿时懵了 他没有想到会有人猜对的 可身为国王必须言出必行 只好让野人带走了公主 公主很崩溃跟着野人翻山越岭来到了一个山洞 而这里就是野人的家 里面还有很多人类的残骸 原来野人还是个石人族 公主很害怕地躲在角落里 之后还被野人想想修修了 从小紧欲识的公主变得狼狈不堪 一心想着逃跑,可煽动在悬崖上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 直到这天,他看到对面悬崖上有人,于是向他求救 幸运的是,这个女人真的带着自己的几个儿子来救公主 趁野人不注意,他们在悬崖两端绑了绳子 打算踩着绳子过去,可还是被野人发现了 他抓着绳子去追他们 情绪一发之际,他们到了对面,砍端了绳子 野人掉下了悬崖,公主得救了 一行人开始庆祝 但没有想到野人竟然没有死,还突然出现杀死了所有人 只有公主躲过了一截 可公主根本跑不过野人,最终还是被抓了 为了保命,公主开始向野人示弱,还抱了她 野人看到公主这样,也心软了 打算背着公主回家 可没想到,公主用提前藏好的刀杀了野人 之后,满身是血的公主带着野人的头颅回到了王宫 经历了这么多后,她的眼神中早没了之前的单纯 不久后,国王将王位传给了公主 就这样,单纯的公主变成了女王 故事就到这里 这个故事也是改编于童话《无日谈》 在原型故事中,公主本是由他人救回来的 更侧重于表现国王 寓意为,国家考虑就做出的决定往往会引发难以弥补的灾难 可导演将其改编为公主的自救 增添了些许女权的色彩 影片看下来更像是一个女人的成长史 小时候有父母家庭的庇佑可以做大个单纯的公主 可长大后离开了家,走进了社会才发现 现实总是如此残酷,想找个强大的男友保护自己 或遇到几个好心人帮自己一把 可到最后才明白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变强大 毕竟做他人的公主不如做自己的女王 好啦,今天就讲到这里 影片中另外两个故事洛洛也已经讲完了 可以翻阅洛洛之前发布的视频观看哦 更多黑暗戏的成人文化洛洛以后接着讲 喜欢记得关注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